众所瞩目的巴黎奥运即将登场 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 更是各国展现文化特色 和设计美学的大雅之堂 今将为您介绍这三个国家 第一个是黄色队服 它是乌克兰正饱受战火荼毒 而队服上的刺绣是乌克兰的国徽上的三叉戟 有胜利的寓意 中间的是中国大陆选手们的行李箱 设计灵感来自于兵马俑 象征勇往直前奖项满载而归 还有国际之间赞誉有加 号称史上最美奥运队服 是来自于蒙古国 融合了古风以及文化元素 当中的刺绣图腾 还结合了巴黎铁塔以及圣火 网友们说奥运赛还没有正式开打 蒙古就以队服征服了全球 舞台上摩特儿展示充满民族风的衣服 是时尚品牌专为奥运蒙古队打造的进场服饰 蒙古国蓝 红 白 三色交相会印 刺绣不仅有九游白道 神话路等传统文化图腾 艾菲尔铁塔圣火与奥运五环 也巧妙融入其中 被誉为奥运最美对服 乌克兰队浅黄色制服 也是以乌克兰国旗颜色为主 上面有蓝色的小麦穗 以及国会上的三叉戟 此外 乌克兰也特别发行一套 新的邮票来支持参加奥运的选手们 展示了乌克兰过去 获得不同奖牌的运动项目 包括举重 柔道 极箭等 中国大陆奥运队的行李箱 设计灵感则是来自兵马俑 当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还是想从我们中华灿烂的文明当中 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当中 来吸取一些灵感和一些思路 乡体上以兵马俑 鱼领甲为灵感 上方有将军同款领结 底部金色轮子与秦始皇同车马轮 希望给选手们带来好运与保护 勇往直前 满载而归 带新闻李预防编译